哈喽各位观众朋友午安 我是MKC主播陈希君 这一次呢和大家提的依然是时下很夯的 AI的议题 我们今天来谈一谈 就是中小企业它推动AI的可能的形式 会谈这个议题呢 是因为最近我看到一个 算是相当有趣的一个报道 就是最近一个软体供应商SARS 和天下杂志合作 对1600多家企业进行一个 AI应用调查 而且呢也举办了一场 还算蛮盛大的研讨会来发表成果 想当然了你看 一个是天下 一个是专门卖AI应用软体 当然是觉得说 只要有导入的人都会觉得AI很好用 如果我想不是这个结果 他们大概也不会拿出来 来大幅报道 但是其实呢撇开这些不坦 在这个研讨会中 我听到一个蛮有趣的观点 就是说里面有一个语谈人 他认为说 从这一次调研中 所观察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 就是接到AI的时候 他发现呢 技术不是问题 组织分工程关键 那他是怎么来解释这个意思呢 他说现在在 业界的资料分析工作 这资料分析师这个工作 大部分是一条龙 所以呢一个资料分析师呢 要从前面怎么收集资料 中间怎么筛选资料品质 到最后来整理资料 还运算模式和分析 都是同一个人来做 所以呢 这个人可能会 那他会做得很扎 所以呢 现在 AI你该用的算数学技术 或是资料数学技术 他都有 其实是卡在 人没办法跟得上这一点 那这个观点对我来说就 很好奇的 应该不能说很好奇 我们GPC也做了一个对企业的访谈 所以回来访谈中小企业的经验中呢 他的认知稍微有点落差 在我们的访谈经验中呢 中小企业不要说资料分析师这个东西 他连一个AI的形成团队都没有 而且我现在说的团队 我说的AI应用厂商 并不是那种什么都不懂 是已经有意愿老板也很清楚 AI是什么东西的 这样的一个条件 所以说对中小企业来说的话 前面这个议题根本 算是根本就还谈不到 谈不到这个 那他们面对困境呢 其实跟前面的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大公司在谈AI 可能涉及规模很庞大 要涉及的事情很复杂 所以他们很难把一个事情 完美的怎么样 以各种数据 完美的数据来呈现 但中小企业呢也一样啊 他缺乏什么 缺乏把问题处理 行径转成什么 转成数据组合的人 其实这个观点以前 我们也有厂商体质 在最近的反弹中呢 我们又被再次验证 举例来说 很多老板会跟我说 我想验证一下 能不能验证一下 我上游下单厂商 他到底会不会来给我砍单 然后呢我上游厂商的下单量 又会受到什么 市场景气 又会受到说外面 是不是有中美贸易战争影响 哇光想到这里就投到 根本不知道怎么来收集资料 所以呢 对中小企业来说的话 不管大小啦 在AI应用领域 把事件转成数据 都是要引进的第一个 第一 企业团面你的第一个困难 那如果对中小企业来说 我等到AI要应用 赶快找一个人吗 不对啊 这也来不及了 缓不济紧 你根本没办法把一个人培养到 培养到这么快 那如果从外面找一个人呢 很多中小企业老板 现在都会期望说什么 我的SI服务厂商 就是提供我AI应用技术 这些厂商 可以顺便帮我打包这件事情 就你们提供技术 也帮我把前面的资料分析计划做好 可是事实上各位要了解 做SI厂商 目前有能力做到这个程度的并不多 因为他不是你 他不是经营者 不是老板你 他可能没办法很贴近的想象 你这家工厂 你的生产环境 或是你的营运的整个现场 到底有哪些的状况 所以没办法很全面的 从策略观点帮你转换进来 那该怎么办呢 自己做也不行 找一下做也不行 所以我的建议是应该是说 现在应该是找个第三方的存在 各位这不是工商时间 我不是在推说 我们CP是顾问公司 所以应该找顾问 只是这个时候呢 你其实比较适合找一个中间人 就是一方面他懂的AI的技术 一方面呢 他也懂数据分析 那现在其实蛮多顾问界的先进呢 有慢慢在往这个方向发展 都具备这样的能力 所以这个时候 或许中总场系来讲 你找一个顾问来加入 你的AI建构专案中 哪怕是你自己请 或是请你的SI厂商 来请这个顾问 我觉得都好 那这个同时 也不是说把这个权力 就下放给那个 外面这个顾问 这个过程中 你还是要逐步怎么样 慢慢上课 把你自己内部里面 懂AI 其实说懂AI 应该是懂数据和现实环境 或是管理决策 这三者之间的观点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能把这件事情 用数据描述出来 具备这样的能力的人 在组织里面培养人才 逐步把它培养起来 我想这是 对中小企业来说 比较可能的 你的AI推动模式 那另外一个 这个研讨会中 让我觉得很有趣 而且中小企业 未来也用得到的点 是说 他现在有提到说 现在因为 AI在收集过程中 就有很多数据当基础 那越多数据就会越准确 这是现在的观点 可是这些数据是不是一样 每一个数据都是钱 它涉及成本很高 所以科学家在做一个试验 他们在推动什么 小数据的AI应用研究发展 他们试图怎么样 试图用数据方法 把很多大数据模型中 就是AI你原来要1000个变相 用数据方法把你塞塞 看能不能什么 原来1000个变相 然后变成100个变相 重点是 这100个变相跑出来的模型 反应在真实系统上 流程上或机械上的自动操作反应 都跟原来的一样 那其实我们很期望 这样的模组出现 尤其对中小企业会特别有益 各位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东西出来的话 中小企业主可以做什么 就是说你以前大企业要做范围很大 可是中小企业事实上 不需要这么大范围的AI应用 大部分就是在自身场内 或是有限的经营范围内 那你就可以利用这种逻辑 所产生出来的工具怎么样 开始来做你小范围的应用 然后逐步怎么样 把你整个情境中的数据变相 再缩减 让你怎么样 变得很好收集 举例来说 过去你要收集一个粮率好不好 以前就是机器的机台的生产 那到底哪里出问题被记录下来 时间点 然后再记录一下外部的环境 温度等等等 可是一讲到外部环境 这些就很麻烦 那所以说如果在正好状况下 或许外部环境 这些很难收集的数据 你就可以降低 把这个量降低 那甚至于你现在要装很多的 那个Sensor在机械上 透过这个数学模型 我们可以降低一些 感觉效益影响 不是那么大的那个Sensor 这样子的话 你整个AI推动成本 就变成更加可以接受 那我想这个技术成熟之后 对于中小企业推动 AI也会相对有用 那今天就谈到这边 如果你听了觉得说 我公司现在很想导到AI 感觉导到AI才不会变成BI 那你可以赶快先找生产力中心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辅导 只有辅导而已 我们现在手上还有AI的 那个政府案资源 相当适合各位来使用 那也欢迎各位来恰询 好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边 谢谢各位 各位再见